很多人說口琴是一個很小眾的市場 你確定要從事這一塊嗎 那其實對我而言 我覺得小眾不是問題 最重要的是 你真正想要做的是什麼 我美術班是從國小念到大學 小時候很喜歡畫畫 還沒有國小以前就已經近視了 因為每天就趴在那邊畫圖這樣 我國小的時候 表哥他那個時候就參加口琴社 在那個時候在心中買下一個種子 然後有機會也上了四大附種 因為很喜歡所以就加入了 到高二時候 我變成是要頂替其他同學去參加比賽 上課的時候 都還會偷偷編一些曲子這樣 剛上大學的時候 那個時候當然還沒有想法 以後會真的走口琴這條路 2002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參加台灣口琴姐 取了Judice口琴樂團這個名字 然後同一年去日本的亞太口琴大賽 當然那個時候是我們是出生之毒啦 還不是說不為虎啦 就是那個時候算是出事提升這樣 慢慢就會有這個念頭覺得說 到底要走美術這條路 還是口琴音樂這條路 大四的時候 我們樂團已經發展一定的程度啦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跟我們另外一位團員 兩位就一起休學去當兵 不過我休學之後就沒有回學校了 當然那個時候大四才休學 對家裡的長輩來說 其實不太能夠接受 但是因為我真的非常清楚 我覺得我以後一定是繼續吹口琴 而不會做美術這條路 我回不去了啦 我基本上我做的些事情 大部分就是以樂團為核心去出發的 本來只是單純的吹奏口琴 說真的我不是認為我自己很擅長 做這些公司的一些管理營運啊 不過對我來說這些是一個過程啦 只要是對於很有益的部分 我都會努力去把它完成 我們高中社團老師 他在我們團練的時候 他說永遠不要忘記你的初衷 我的初衷就是喜歡吹重奏 喜歡吹口琴 那這件事情我可以講說 我到現在即便吹了將近20年 深深的記得喜歡吹口琴的 這份感動是什麼 樂團是我追求的夢想 那這個動力其實一直支撐著 我做很多很多事情 近幾年對於樂團來說 比較大的挫折是 因為人跟人之間的關係的處理不當 那也讓合作超過十年以上的團員離開 其實對我來說最痛苦的是 我覺得自己沒有那個智慧去處理好 這些人與人之間的一些關係 小時候我做任何事情都是抱著這樣的心態 我只要比人家多踏出一步 比人家多堅持走遠一點 我就可以做得比人家更出色更好 但是隨著樂團或是隨著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情 其實你還是會認知到說 並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夠如你所願 在你的掌控之下 也要能夠接受每個人其實的想法 或者每個人都有差異 有些時候有些事情沒辦法完美 要讓自己能夠學習跟接受這些事情 就是凡事我還是盡力而為 但是也不會去強求一定要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那也給予我們團員離開的團員祝福 因為口琴是一個很小眾的樂器 所以其實各方面的資源都相對來說還是匱乏的 最重要是你喜歡的話 你就會有那個熱忱 有那個動力去完成這件事情 這個領域很小眾 但當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就代表意味著你什麼都可以做 就像這樣說 就像這樣說 一段時間可以做 就像這樣說 在這裡 就像這樣說 就像這樣說 那樣說 就像這樣說 那樣說 就像這樣說 那樣說 那就像這樣說 等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